未來當然這個也是會一個 討論的各面向都會有 因為包括人數 行業 來源地區 語文條件 還有可能技能等等 這個都會是大家都會討論 不過我們都尊重它多元文化 主要它符合印度的移工 符合我們的相關的需求 我們都歡迎 那人數是還有體病嗎 人數還沒有 因為基本上人數也是要看 各業的缺工的狀況 基本上因為營造農業 製造 看護 其實現在人力都還是有缺口 所以我們會請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來討論 討論之後大概會有一個 可能剛一開始會有一些名額 但是剛開始 因為這個也是第一次跟印度合作 所以我們的規劃是小規模 一開始小規模的試辦 然後後續看整個的 試辦的狀況再來展開 那部長 預計今年年底前 就會有第一個印度來公開 這個還不一定 因為其實這個後續要牽涉到 看這個工作層級會議的討論 是不是順利 所以到底什麼時候會進來 這個期程上我們目前還沒有辦法來做判斷 部長請問一下因為履宿業他們要申請聘僱租公 過年前已經有開過一次專家的會議 那你們是要求他們在補件 現在他們補件過來了嗎 還沒有 當時候我們專家學者會有要求他 針對整個各個履宿業 各個履宿業的缺工狀況 還有他的負荷要求 包括說你的房務清潔人員 薪資的佔比 還有跟國際的比較 另外就是說 我們那個媒合專案的執行成效 包括說薪資條件有沒有提升 還有包括他們中高齡高齡的使用狀況 還有一些這個使用自動化 是不是可以使用自動化來減輕工作的負荷 都有要求他們要再補詳細的一些說明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接到觀光署 提後續的資料過來 馬拉雅 如果說膚色的那個問題 大家還是在吵說 這個好像講話是可能有點失言的問題 這個部分我想我昨天也在 立法院總質詢的時候 我也說得很清楚 我一定要鄭重的在這邊說明 絕對我們沒有任何歧視的意思 其實對印度移工的素質跟工作能力的表現 我們都是非常肯定 我們也希望說讓我們的國人能夠了解 然後讓雙方的一個勞務合作能夠順利 那當然那一天的一個皮膚相近的說法 我也認為說這個或許因為用語上不是太精準 那有造成外界的誤解 那當然也有一些紛擾 那在這邊我也自己深切檢討 那也造成了誤解跟紛擾我也致歉 那我要說明的是 我們的移工政策一向都非常重視人權 我們也秉持平等待遇的原則來引進移工 那我們也尊重印度的多元豐富文化 那我們也希望在未來這個勞務合作的討論上 我們也秉持這樣的一個平等待遇的精神跟尊重的基礎 讓雙方的合作能夠順利的推展 好 謝謝 我先以勞動部 就針對二月二十九日所提出的勞動部部長提出的印度移工 談出了一個議題思言思當 這就是你內心裡面 內心裡面對整個不分族群的族人或者是國外都會有啟示的印象裡面 何況對國人原住民 所以你今天在印度移工裡面的膚色有意見 習慣有意見 你有沒有跟國人解釋 你這種心態的發出裡面是到底是什麼原因 本來你發出就是歧視的觀點 吉利說明 跟委員報告 我想首先要先澄清 我那天的這個所謂膚色相近這個說法 我真的沒有任何要歧視這個任何族群的意思 沒有 我現在跟你講 因為這樣的一個發言不夠精準 我也有昨天在一起 國人非常很缺的缺工 你聽我說說明 委員 我或許發言不夠精準有造成外界的誤解 這個部分我會來檢討 那我昨天也對這樣的一個造成一個紛擾誤解 我也表達歉意 但是我要跟委員說明 因為我們的任何 政策不論對本老或外老 我們都是平等對待 我們都是平等對待 絕對不會有歧視的意思 今天我要以這個角度 來禁告我們所有在座的官員 在國內是一個多元的文化 我們已經外勞進來 我們都以我們勞工的權益 包含針對移工或者是外勞進到我們國內來 本來就應該要有國法國政的態度 還有我們的尊嚴的態度 所以這個就是要禁告我們很多在位的官員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糖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Boot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解控